遗产规划给的太多太早 趁早规划我们的身后事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没有专业人士的协助下 资深规划遗产是相当棘手的 并可能为我们带来一些问题 这是汤姆 他是一个育有三个小孩的单亲父亲 作为一个生意人 他很努力工作赚钱 为了确保孩子能够有很好的生活 在他的遗嘱里 他将高达1000万令吉的遗产 评分给三个孩子 在他不幸过世的时候 他的三个孩子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 连夜继承了一大笔财产 成为了百万富翁 但是这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 一年内 汤姆的大儿子在高速公路上撞毁了自己的高级跑车 成了半生不遂 同时 他的女儿也交男友骗走了夫亲留给他几百万令吉的遗产 失恋又破财 汤姆的小儿子沉迷于赌博 一天 他在赌场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赌出个金光 汤姆能够做什么来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呢 当他还活着的时候 他应该留下明确的指示 孩子能够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获得财产 比方说孩子可以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零用钱 直到他们能够掌管自己的开销花费 比如大学毕业后或是到了一定的税数 如果汤姆规划了遗嘱信托 他能够确保他辛苦赚来的金钱被保存下来 并在适当的时间才转交给自己所爱的人 通过专业的遗嘱规划员 这些遗产都能够一一避免 再论为我们能够根据您的需求和忧虑 量身规划最适合您的遗嘱和信托 至今我们帮助客户规划了25万份遗嘱 以及1万份信托 即日浏览我们的网站 或者联络我们的遗嘱规划员 以了解更多的详情